已经过了中午用餐时间 辽宁街的摊商电灯冷气不敢关 就怕外头36度高温大热天 客人吓得不上门 就连路边小摊商一盏小灯 代表营业中 一开也是12小时起跳 已经两三年了 都没有赚到钱 寄来的单子 怎么上个月差那么多 多角两三千块 不开冷气也不可能 你没有生意没有客人 你说你要把电灯关掉 那你电灯关掉 人家会觉得你没营业 你客人也不会进 那你觉得我们要怎么省 你不能你7月涨 你10月要涨 7月1号电价费率才涨过 现在经济部预定 9月下旬举行电价审议会 决定10月到明年3月底的电价 煤油气等燃料价格持续勾档不坠 台电亏损也如雪球越滚越大 今年负债恐怕超过新台币千亿元 前一波电费调涨8.4% 每度平均电价拉到2.84元 尽管财务部易住290亿元 但因为必须支付向中油购买 天然气费用 还得负担从气垫共生 民营电厂业者新增购电费 假如10月要完全反映成本 最少得涨到30% 换句话说 每度电费要上涨到3.7块钱 现在欧洲都把核电当作预电了 我们台湾还在反对核电 政府的能源政策是错误 要涨价应该是逐渐调涨 而不是一式调涨 调涨之后也欠电 除了今年选举之外 还有我们的通通的问题 我不认为政府会在这个时候 做大幅度的调涨电价 电价若在涨 等于加重通膨压力 经济部透露会综合考量 景气通膨 国际能源价格走势 还有台电增资等办法 来决定电价调整 华语新闻蔡宇志刘佩婷 特别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